据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 巴基斯坦两万兵力向拉达克北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控制线运动 从地理位置来看 巴基斯坦军队在克什米尔的位置 正好处于在斯利纳加和列城的印度第14军第15军的侧后背后方向 巴基斯坦的雷达也被认为在整个地区都被完全激活开机 巴基斯坦增援部队属于第10军团 这个部队已经进入战备 第10军团主要驻扎在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地区 据印度经济时报7月1号报道 巴基斯坦军队在印巴边境内出现异动 突然调动2万大兵进入吉尔吉特巴尔斯坦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实际上这也属于超限战的一种 超限战的战场包括人们从未料想过的新领域 如基础设施、自然资源、金融和经济市场 以及化学、生物和核威胁等 同时也包括小型部队而非大规模的军队 以及军队的调动施压等等 只要巴基斯坦军队调动军队出动无人机 对克什米尔武装组织进行物资支援 对于印度来说都必须增加在这一方向的军力 巡逻力度、警戒力度以及注意力 印度就必须保持庞大的军力来维持漫长的山区边境 因此印度陆军保持了140万人的规模 包括民俘 而印度还要维持近百万准军事力量 也就是说印度必须维持大约200万以上地面力量 但是这些地面力量又是以非常分散的态势 分布在印度、在东部、北部和西部 超过2000多公里的山区高海拔边境线上 这些分散部署的轻型步兵消耗了大量的资源 但是对于真正的现代化战争又没有多少作用 这也极大影响了印度军队的现代化进程 因为大部分军费都被消耗在养活这些青装步兵和巡逻队 因此缺乏资金对真正的主力军团进行现代化建设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有数千辆T72、T90和阿雄坦克 却只有几百辆火箭炮和四型火炮 绝大部分炮兵都是牵引炮兵 还极度缺乏步兵战车和装甲车 只能依靠卡车 就是坦克拖车都没有几辆 因此印度陆军是一个非常失衡的部队 但是印度又不能裁撤这些青装步兵 因为在克什米尔会不断遭到武装组织袭击 不断有动员要求 同时印度基础建设差 只能在边境靠前部署 同时有报道说 巴基斯坦导弹部队也进行了动员 巴基斯坦拥有非常完善的中短程弹道导弹体系 这对于反导防空能力非常弱的印度来说 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巴基斯坦这次行动势必牵制大批印军 特别是印度防空预警和空军力量 马克西区拟保 Hat 墙中文池